台湾总统大选虽然全球关注 但是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政权特别关心 那个就是对面的中共 中共近几个月就不断用这些威吓手段 威吓这些台湾民众 究竟你是选择战争还是和平呢? 如果你票投民进党 賴清德等于选择战争 终于賴清德以民意调查来说 都说会赢的,今次真的赢了 賴清德肖美琴以550多万票 赢了国民党不够100万票 国民党得到460多万票 第三个叫民众党 360多万票 首先赢就一定赢了 虽然赢的国民党不是很多 但是还是赢的 你想想台湾民众来说 好像香港人一样 你越威吓台湾,你越威胁台湾 台湾人一定会选择賴清德 还要看回这里 台湾旁边的示范单位 这个示范单位是香港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为台湾设计 现在你看到香港一国两制 还没有了 这个叫为止城市 为止国际大都会 每个人都看着这边 难道台湾变成香港 所以你看到现在来说 民进党 连续三次赢得总统大选 就是说台湾选民 就是不理中共的威胁 就是你那个威嚇 现在说明是选民进党 那你怎样呢 就是和平 台湾人很多人都渴囚和平 现在来说等于 对家的习近平 就真的 真的蒙碎咯 这些这么幼稚的手段 就是你想想 找一个小学生来做这个 中共华士人 用这些这样的手段 肯定 就是 台湾人不会接受的 所以你看回 现在整个 台海局势来说 有些人说 现在这个赖清德 当选了台湾总统 这个台海局势 就很不稳定的了 有多不稳定呢 那这个习近平 会不会 就是说 老莽 攻打台湾呢 那你也要看回 最重要 就是说 现在美帝在后面 美帝都已经警告 这个中共 不要干预这个 台湾的选举 那也要说回 美帝 和这个 北陆帝国 就是美英 在这个也门 发动这个叫做 军事行动 那么 就集击 攻击 攻击 这个也门 就是说美英 是选择这段时间 来 打这个 胡塞武装 为什么不等 台湾选举之后呢 来打这个 胡塞武装呢 就是肯定 就是肯定 不是巧合的 那现在这个美英 这样 打这个 胡塞武装呢 就肯定 和这个邪恶组心呢 就是放出一个讯号 就是等于 美帝 说得出做得到 美帝说 就答就答的了 就是等于美帝来说 他支持这个 台湾 肯定的 所以 所以 这里 美帝 1月11号 12号 这样出手 台湾选举 13号 进行 很明显 真的 美帝在后面 是顶着 这个叫做 邪恶组心的 所以 现在 看回 最主要 我想 现在这个 中共 他不敢动台湾 第一样东西 他的军事能力 他那个叫做 登陆 登陆战 没打过 水军 没打过 空 空 就是 这个叫做 空军登陆 又没打过 空军登陆 更加 海军 也是 二次大战 你看看 台湾的防空系统 以这个地域来说 以这个台湾岛的面积 来计 全球最密 的 他的反弹导弹 也是全球最密的 你想想 这个 中共 用老网 攻打在台湾呢 我想 他 没有胜算 不得 最重要 就是说 战争 就说 你怎么 好像俄罗斯 入侵 亚南一样 你怎么入侵 都好 但是怎么结束 才难 结束是双方面 不是单方面 等于俄罗斯 普京 经常都放风出来 想和这个 湾岚停火 但是湾岚不肯 那你才拗头 所以 现在 见到 台湾 这个 赖清德 肖美琴 当选 就是说 这个台湾总统 是中共呢 这个叫做 幼稚 老莽 那个行为呢 令到 这个 赖清德 可以 做这个 台湾总统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 讲完